这是刚才说 我们一个副组件 两个子组件 进行Redux通信 那底下呢 就刚才干完这件事情以后呢 我们需要让这个代码 更加的优雅 也就是一般来讲 我在每次写代码 先把它调通 你先比如说通还没通呢 你管优雅 这等死呢 你先把它调通 都调通东西都对了以后呢 这时呢 花一点时间 把代码整个梳了一遍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要动手 整个把这个事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那么我们先保存一下现场 刚才是05对吧 05涉及到了他 app.js new app05.js 在app里边 把它靠过来 Ctrl C Ctrl V 然后 这个里边改了吗 这个里边也改了 js index也是05 这个回头你们梳理的时候 可能会看着有点别扭啊 但是这个已经算清晰的了 我要给你考出去 你更找不着了 好 刚才是index用到了 然后app用到了 然后两个child child一会儿也会需要再用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 叫child child105.js 就是所以真正用的时候 要把对应的文件 烤回到这个里边来 才能用啊 要么那文件名 你就得一通乱改 child205.js 好 我们记得现在有四个文件 我们已经做了备份了 做了备份以后呢 这是为了大家回头 复习的时候用 你们能看到各个阶段的时候的代码啊 然后呢 底下呢 我们开始做这个 这个优雅的 这个其实就是重构啊 这个就是重构 这个重构里边呢 首先我们看 新建一个start.js 把reducer函数 整个独立出来 新建一个函数 叫reducer store 叫start.js 那么start.js负责干嘛呢 start.js负责把整个 相应的我们看到的这个 reducer全部的拿出来 那么刚才的reducer里边的 这个这个 也就是把start.js整个拿出来 最后我们返回start.js就完了 那么我们怎么把它扒出来呢 把这 我们看它原来在这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 应该是把 从这到这 Provider这个地方需要 所以来讲呢 那么我们把这一块拿走 Ctrl.c吧 我们Ctrl.c吧 先别先别那什么大动干戈 把这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 Provider是不需要的 把它拿走 然后这个地方做完了以后呢 reducer 然后我们在这里 let start let start以后呢 那么我们需要把start返回 因为我们就只需要start export default FA 看又打错了吧 这怎么整 以后弄个人工智能帮我检查代码吧 然后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那么我们现在第一次 你记不改的时候 每一步一步的改啊 那么把这个东西就可以删掉了 把它删掉 把它删掉 把它改成start t-o-r-e 对 那么ore from哪里呢 看一下 如果是ore的话 这个应该from 它是index去引那什么 它跟它是在一块的 所以.杠sture 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然后拿出来以后 直接这样 我们看这样是不是ok的 刷一下 每做完一次重构 要去刷一下 failed compile 你看吧 它本来就是default 为什么要打大口号呢 好 现在这个东西没问题吧 试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做完了以后 也就是你现在把它挪到start里面 这个事情ok了 就是未来你在这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又看到一个干干净净的index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从别的地方引来的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做的 是新建一个actions 把action全都独立出来 type的定义和dispact action的函数都独立出来 它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说我们现在尽量要把类似的东西放在一起 因为很可能出现这么一个现象 你看每个child1和child2两个离着很远 然后呢 这段代码呢 其实是分别申请在 就是写在child1和child2里面的 而且更麻烦的是这个地方的type 这个地方的type是容易通信的 你容易通信的时候 其实来讲不同的地方都会使用到这个东西 但是你现在使的是字不串 我万一这手一抖 我打成这样 这个对面的 那么在在现在已经改到start里去了 在start里的这个东西是跟他 可就对不上了 对不上的时候 你查的时候 这可就费劲了 他没法告诉你 那直接他就跑devault 你会奇怪 为什么到这没停呢 为什么跑到devault里去了呢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不要hardcode的原因 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定义 如果定义的地方写错了 他会跟我们报错 所以在这里边的话 我们会寄希望于 我们把这个东西也拿出来 放到一个叫同样的一个action的文件里面 那么这个action的文件呢 我们把它建出来 我们把它叫做newfile actions.js 那么actions.js里面干嘛呢 首先第一个actions.js里面 首先他要export定义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叫setname 所有的常数都这么写啊 name等于 这个等于什么 就是set 不是setname 我们名字 我看一看 change name 果然记错了 change name change name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直接把它拿出来 然后export constant change 第二个呢 是add 这start里是怎么写的 addage 好 把它也拿出来 把这两个拿出来 那么把这两个拿出来以后的话 那么事实上我们就不希望 start.js和那个什么再用它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在这个地方直接把它抠出来 对吧 import set 又set了 change name 然后add 然后addage 然后from 这个要看它的位置啊 start action actions iress .arg a.c.t.i.on.s 有拼错了 然后把这个东西拿掉 copy paste的啊 然后把这个东西 Ctrl C Ctrl V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代码是不是OK了 你每改一次都要试一次 看看有问题吗 没有 加5 好了 那这个OK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再把child里面替换掉 child里面哪个地方用 这个地方用了 对吧 所以把刚才那个考过来 不对 但child里面的这个引用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看见了吗 child里面这个引用的位置是 点 是点点 actions 对吧 child里面是点点 因为它的 它相对位置 因为它比它深一层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用它来替换change name 然后呢 因为这个里面 addage不用 把它删掉 然后这个里面呢 是 change name不用 把addage拿过来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对不对 呃 看到result啊 这个地方要稍微打一点 哎 啊 果然 好 那么现在这个是OK的 对吧 然后呢 底下有一点 你去想啊 其实这个除了这个东西只是这个东西的复用吗 其实这个东西也能复用 问任何一个啊 这个地方啊 改成change name 这个地方改成change name 看一下啊 对 那么 这个change name和这个addage其实来讲都可以把它放到这个actions里面 就是正常 就是正常这其实来讲是一种比较比较工业化的一种做法 就是大家都会这么干 那如果我把它放到这里的话 是不是这个地方只要拿一个 拿一个这个函数名字就好了 因为这个函数里边的东西其实来讲我也不希望你改 所以那么我们底下就可以再做一点工作 再做一点工作 把它这个都挪进来 把这个挪进来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做 把这个相考过来 比如这是 change name在这 这个是整个的函数 函数体 对吧 从这到这 对 Ctrl C 然后呢 在actions里边 就过来了吧 嗯 过来以后的话呢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会加一个export 然后它的类型是function 就export的change name 然后这样 那这个地方呢 你看正好用的也是它 好 没有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只保留这么一个东西就完了 看到吗 只保留它 问题是它从哪来 它得从actions里来 对吗 你不从actions里来 这个没法知道 所以在这里边呢 我们再引一下 change name 但引完change name 我们发现 现在change name 因为其实原来在这函数定义里面 这个其实已经不用了 对吧 所以可以把它删掉 同理这边也是这样 好 这个其实来讲 你们看到了真实程序员工作室的样子 我还没给你们演示 这个去去百度代码啊 然后function 在这 add export function 然后因为这都没有default 它因为出去那么多 这不可能 它这是对的 那么把这个东西拿过来 那么它在chill的1里面 这是这个东西 就只留它就可以了 那问题是它也要引过来 那么这个引过来 从哪引呢 从这引 然后呢 前面这个也是不需要了 把它拿掉 好 这两个全部拿出来 那么拿出来以后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回回眼看一下 store.js里面用不用这个东西 好像没有用那个方式 问题不大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时时刻刻的改完了以后 看一下 哪里有不对啊 rs now they use pot from 这什么情况 待会儿 也没有分号 果然 好 那么现在来讲 我们看到就是整个这个 你还是OK的 然后在chill的1和chill的2里面 我们已经把和chill的1 chill的2相应之间 没有关联的东西 全都剥离出来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完成了 刚才所说的第二个任务 就是把actions 新界actions 把action独立出来 那么type的定义 和dispatch的action 所有的这些东西 函数全部独立出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